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日本在台协会副代表他来拜访我们常务副主委 我透过那个管道请常务副主委转交这封信给他 那您不知道其实我们有代表处在那里吗 谢代表就是 不是不是 我说是日本驻台的交流学会的副代表 我知道啊 所以那你这个是4月12号给他的嘛 同样的有没有给我们的正式的外交部 我们外交一定要透过 不是直接透过的 我一定要透过外交部 对你是什么时候给外交部的 外交部是4月14号 好很显然 应该是4月13号 他正式这个Common发布这件事情 宣布这件事情以后 我们就用正式的公文 4月13号 很好 好我们看到了4月12号 您就跟这个日本 日本的在台湾的这个 这个副代表 因为如果是代表的话 我就要接近他 所以表达反对 的确我们认为这是不妥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却看到4月14号 我们的谢长廷 我们在驻日代表 居然在脸书写出这么样 其实不仅仅是不专业 而且还是非常不妥的一个言语 给你一点时间 再请你们在正式的告诉全国大众 我们原子能委员会 没有承认我们核能场的 如心冷却水 也是排放入水 请你再说得清楚一点 我要稍微说明一下 谢代表那句话 讲完了以后 我在官网上 我有做过澄清 说明一下 一般的电厂里面 核能电厂里面 他排放的 他如果有做一些相关排放 是怎么样排放的 那我有稍微说明 那后来我所知道的 台湾电力公司 他有说明的 有时候就是刚才 郑正权委员 他所提出的这四种 但是他讲的 并没有那么直接清楚了 我还是要强调 我现在请我们物料管理局的局长 他这边是完完全全 亲自参与 他了解这个整个一个过程 那我要这么讲究 就是说 我们的任何一个电厂 他都有所谓的正常的排放 福岛 他这个穿废水的排放 基本上它是属于福岛事件里面 它庐星已经轮毁的时候 经过 经过的 从海水来的冷却水 以及地下水的冲刷以后 这完完全全跟我们经过 就处理过以后 才开始有 有微量的排放 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请 是 跟我报告 请简单的说明 我这边简单的提数据 核电厂的排放的管制 在台湾我们非常严格 标准非常明确 在 那个管制的标准 一个厂才60个 麦克斯一年 一年 一年 那实际上呢 每年的排放监测呢 都在台电的网站上 都公布 那根据这几年连续的状况呢 去排放都是管制量的 大概千分之一左右 这个是我们管制的非常严谨 是 好 主委您知道吗 今天谢代表在他的 公开的脸书上这样子说 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妥 而且他的文字用到是 我们原子能委员会承认 承认这两个字哦 我觉得是影响非常的大 今天如果谢长廷代表 他只是一个区区的立委 或者是一个某某乡的乡长 也许不应该是 我们觉得不会这么严重 但是他是代表我们 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他等同我们在那边的大使 所以我在官网上有澄清这件事情 不仅仅在官网上 我的建议就是 赵伟您听听看 我认为我们应该严正的告诉我们的外交部 甚至于是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召回现场庭 代表 回来问他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觉得不可以等闲待至 希望周围思考一下 好谢谢 另外我要再请问一下 所谓的东京公司 还有这个日本的麻生副首相都说 这样子的核废水 经过稀释之后是可以喝的 是这样子吗 请问一下主委 专家 我只能这样说了 针对着平白无辜 我们不可能去喝 不管是穿睡水也好 只要是经过核污染的水 我相信我们大家 基本上我们都不会希望他们去喝的 所以说呢 所以首相菅义伟不敢喝嘛 但是为什么他的副首相 还有东京都公司都可以说呢 他现在目前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他说他们现在目前想要说的话 那站在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谢主委 我们都清楚知道 如果有美国的大力支持 我认为两年后 我认为也许有可能会排放 好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们 所以你们这样子有了几个措施 就是我想问您的 就是说 原能会 还有海委会 还有交通部 你们已经严提了 国家海域放射性物质环境 辐射监测 还有安全评估的准备计划 能不能告诉我们 这个准备计划是什么东西 好 他这样子 我们基本上是针对着这一次 这个所谓的 假使他们要排放的话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 他排放的时候呢 第一个 就是他到底排放了以后 那他的扩散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那这里面影响很多了 还包含我们的远洋渔业 或近海渔业等等 这些都会有影响 那我们要建立一个 即时的一个什么 监测系统 那这即时监测系统 而且我们也像仿造什么呢 气象预报一样 我们做海象预报 那海象预报这边 就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们的川 川的这个 它的扩散的情形 还有它的分布 动态的分布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基本 那另外当然 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设 比如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呢 针对这个川的 我们目前已经能够量测 川的海水 但是呢 川的 如果在我们生物体里面 我们基本上 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这个相关技术 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想透过这个计划呢 至少能够把初步的一些 相关的 看看能不能尝试 把这一部分呢 能做得起来 所以苏医院长 听完了之后 有没有大力支持你们 是的 谢谢 支持吗 有有有 支持吗 所以说 很快的就已经核定了 好 核定了以后 未来会不会有一些预算 有 这个现在就出现了 是不是也要跨部会协调 是的 我们基本上 就基本上 譬如这个计划 就只有这三个吗 目前是这三个 原能会 海委会 交通部 主要是这三个 那如果未来 我们还希望 我们还认为这个计划 这个经费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希望农委会 经济部要不要进来 农委会 以月署他们会进来 所以 所以你这个跨部会 就不会只是你这个三个部会 以现在目前这个计划的经费而言的话 目前主要是针对这个 但是 人委会他又会要求我们 譬如说他现在增加了 从原先的33个监测点 现在增加了人95个 增加了62个 那这个预约署 那相关的这个检测 阳测 基本上我们又需要靠一些 要靠经测 这个 人委会会支持我们 好 所以你认为 预计会 要多少的预算 不用 我这边 这边 你要问我的话呢 我大概 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 还是针对未来这两年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这个 现在目前这个叫做 整备 整备起 那这整备起 里面就是准备 讲白点就是准备起 准备起的基本上 讲白点呢 这就在英文上面 就可能就是 starting fund 这starting fund 大概要多少 我们现在目前标定的是 针对这三个部会参与的 就是1.28亿 那至于其他 像农委会 或者是卫福部 我再强了 卫福部 或者他们有 他们的相关预算 他们可以支援 那你要问我 大概以目前 在未来这几年里面 未来这两年里面呢 如果能够支援 支持到 大概 这个经税呢 能够扩张到呢 包含这个计划呢 如果能够double的话呢 换句话说 2.5亿的话呢 大概是需要 所以主委 我真的建议你 告诉书院长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乌洋海洋 我们所有的 渔业的生计 都会受到影响 想一想看一看 莱猪 莱猪 现在从美国进口的 到底有多少的猪肉 流向到哪里 都不知道 然后有没有莱猪进口 我们的仪表板上 三个月也都没有 告诉我们的民众 光是一个莱猪 都已经 我们的政府 做得里里拉拉了 请问一下 我们的民众 对于未来这样海洋 那么大东西 会有信心吗 会有信心吗 这个是我今天 想要问你的核心 最重要的 所以 主委 今天我看到你们的报告 也谢谢张伟排了这个报告 我认为其实整备不齐 我们只是在虚应 然后告诉我们的民众 我们有做 我们也很在意 其实事实上 您看到谢代表在脸书上 这么样子的一个发言 就清楚知道 中华民国的政府的立场在哪里 这是我忧心的地方 谢主委 请你们赶快回去 好好在这里思考 不是您刚刚 不是您现在提出这个规划报告 给我说 您的因应它是未来两年 不是的 当然不是 我刚才讲那个计划 前面这个是1.28 是前面的一年半 后面还有应变期 是我们准备四年 刚才也有 刚才也有 赵伟也有提到过 未来我们还希望 他就要做十年 而且赵伟也有提出 相关的提议 我这种人家想 这不止 因为他排放 可能排放三十年 未来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还很多 是的 以你的专业 告诉行政部门 告诉苏院长 到底还有哪一些 中央部会要进来 绝对不是您今天 报告给我们说的 只有这三个部会 绝对不仅仅如此 这个是针对这个计划 但是这个平台 我们参与的 我们刚才在投影片上面 我们有参与 在第一线里面 我们参加的有很多个 谢主委 是的 我真的诚心地希望你 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我知道 原能会已经没有力气很久了 自从我们这个废了核四之后 非常多的专家 都好像感觉每天都没有未来的希望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们要扛起来 因为这是你的专业 这影响的不是只有 这个所谓的川污染海洋 而是整个台湾云民的生计 现在大家都很害怕 到民间里去听听看 好多人都说我不想吃鱼了 我除了不敢吃猪之外 我也不敢吃鱼了 请问一下 我们的政府到底有什么作为 你不觉得应该要再把它 好好的再做审视告诉我们 希望你再做一个完整的东西 再提供给我们这个委员会 好不好 甚至未来的影响会是什么 然后更重要的是 麻烦你一定要告诉外交部 请外交部正式的发函 谢长廷代表 在脸书上所说的是错误的 一定要如此做 谢谢